这颗大油形移到这里之后 长势非常的旺 这个壮神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 长势很喜冷 但是上盆之后呢 我就没有给它买这个小白药 预防这个虫害 很不幸 现在这颗大油形长了很多很多牙虫 大家看这个绿色的小虫子 就是这个牙虫 刚小的时候它是没有翅膀的 稍微再长大一点 就会有那种黑色的翅膀 它是非常喜欢在这个嫩芽 或者是这个花苞上面 所以其他叶子上是看不到的 就只有在嫩芽和花苞的上面看到 那这个牙虫要怎么办呢 用这个比虫林 效果非常的好 现在我就来给它们喷药 因为现在这个虫子比较严重 我就稀释800倍 距得真好 或计划 在海域上没有 就像去眼子 就像地牙虫的 太阳过一样 然后我们下海 她第一个手 下海 看不到 就是这些水 就像地牙虫 所以我们准备在这儿 而我们下海 我们下海 就像地牙虫 那边 最好反面也给它喷到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再给它买点这个小白药 这么大的盆可以买个四手 这个小白药不仅可以杀死这个虫子 还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 这样就可以了 不出意外 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牙虫就全部灭光光 这盆月季上次长了红蜘蛛 给它埋了这个小白药 又给它喷了药 很快这个红蜘蛛就被我给灭了 而且这一次都没有长这个牙虫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小白药 起到了预防的作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这一盆木耐 在上盆的时候 比这两盆小很多很多 上次在给它施肥的时候 我就多给它施了点肥 就是说让它赶快赶超它们两个 果然它很听话 现在这个猪型已经远超这两个了 所以想要这个月季长得快的话 就要给它足够大的空间 然后就是足够多的营养 喷药两天了 已经看不到这个绿色的牙虫了 只能偶尔看到几只这种黑掉的这个尸体 我再检查一下其它花类上面有没有 你看黑掉了 漆黑 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药还是很不错的 对付这个牙虫 看到没 这个花都快开了 这个粗花的话没那么大 但是真的很漂亮哦 很薄很薄的那种 很像玫瑰 是不是很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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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文桑 臭 咴 带